张维侠副主席和沙利文助理 进行会见会谈的时候 进一步地阐明了中国政府 对中国核心利益 特别是核心利益的核心 坚定的立场和原则 对于增进两军的战略沟通 避免误判和管控风险 都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还是那句话 见比不见好 谈比不谈好 但是中国还有一句老话 不仅要听其言 更要观其行 我认为美国之所以这样做 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极力地推进 它的印太战略 就是在亚太地区 搞阵营对抗 搞小圈子 就是要遏制和打压 主要战略对手 从而实现它 独霸亚太地区 和全世界的这么一个目的 这个实际上 它带来的结果 给亚太地区带来的 不是安定 不是和平 给亚太地区带来的是 矛盾 是纠纷 甚至是对抗 是战争 我相信 只要是亚太地区 大多数国家 擦亮眼睛 站稳脚跟 美国在亚太地区 甚至全世界 称王称霸的 这种图谋 是不会得逞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